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迎接10月全民运的到来 花莲县政府是全面动起来 运动场馆、环境都紧锣密鼓地进行了整建 更期待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而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前往了国福运动园区 巡视华轮溜冰场以及棒磊球场新建的工程 他也为工程团队来加油打气 期许工程顺利 同时也针对美化运动场地给予诸多的建议 希望除了提供运动选手最好的比赛场地之外 更能够提供运动的乡亲们更舒适的视觉饗宴 现在许真伟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柔中 建设处长邓紫瑜及行政纪研考处副处长月建立等人的配同之下进行会刊 并且由工程团队进行整建周边许说 对选手人数众多在比赛之余必须考量胜利需求 现在许真伟建议应该震设厕所以及休闲区提供选手们资便 另外也折成建设处定期整治溜滑梯冰场以及棒磊球场周边杂木以及杂草 并在选手休息区栽种草皮以及地皮美化 还期盼能够民众耳目一新增添绿意盎然的氛围 工程团队除了建议改善之外 更承诺场地新建工程如其完工 也请选手期待未来比赛场地的新风貌 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在10月17号在华林举行 现在许真会相当重视这次全民运动会 日前也更成立了全民运动会筹备处公布赛事主题logo 主视觉以及吉祥物 也在规划各项赛事筹备工作 从硬体到软体设备 举凡动线规划 运动设备设施 场馆配置等等 就是要让选手们有优质的赛事体验 让喜爱运动的全国各地朋友享受在华林比赛的过程 邀请各位乡亲皆是共同与欢喜新迎接各地的嘉宾 让他们感受到华林的热情 也欢迎全台各地的朋友们 感受到华林的好山好水好人情 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在10月17号到22号在华林盛大登场 幸福已经积极筹备规划 从硬体到软体 完善运动场馆各项设施 欢迎全台湾运动好手 以及游客造访华林运动旅游享受华林自美 记得喜欢华州的老